動能 衛能 跟 功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一節 我們這一節介紹的是 這個能量的轉換跟力學能守能 跟這個所謂的能量守能 好 那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你記得我們講過什麼叫功嗎 對 講的是能量的變化 OK 好 那我們講說能量是一種做工的物理量 OK 那他今天講到就是說 如果物體有做工的本領的話 就代表這個物體具有能量 會啦 那這邊就有例子了 就是原本假設這個地方是平地 如果你從A圖來看的話這個是平地 你把它往上舉 很明顯的你的這個物理是被抬高了 所以它增加了什麼東西 衛能 那這邊寫錯了 這應該叫重力衛能 不是動衛能 叫重力衛能 它增加重力衛能 因為我們講過衛能兩種 重力衛能跟什麼 對 還有彈性衛能兩種 OK 好 那能量的單位也是一樣 跟公式一樣是交而 好 那我們講的能量大概有這幾種 你可以把它自己寫上去 光能 熱能 化學能 電能 核能 衛能 跟動能 那光跟熱的部分 對不起喔 光能其實我們並沒有去講到它 光能的部分 我們只有講光的一些特性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講光的前進 折射 反射 還有顏色 可是我們沒有講能量的部分 所以光能的能量這邊我並沒有講到 就是可能你到 後面比較高中的時候 或者是說到大學的時候 你念那個物理相關科技的時候 會講到光的部分 那熱能我們有學到了對不對 化學能呢 我們有提到 但是沒有提到很多 只是告訴你說 只要化學變化 就會有產生這個所謂的能量 有些是放熱 有些是吸熱 這大概有提到 那電能的話是下學期 對不起 不是下學期 下一個章節就會知道 OK 那核能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會提到 但是不會提到 不會很細 對 那 這個等一下我們影片錄完以後 就告訴你講說為什麼 好 衛能跟動能講過了 所以我目前 有講的比較清楚的部分 大概是這三個 OK 那電能的部分的話 是後來會講到 大概你的國中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的 好 然後下一個告訴你 是說能量沒有方向性 所以它可以互相轉換 所以你要記住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們整個宇宙當中 我們不討論那種特殊狀況的話 情況下就是 通常就是物質跟能量之間的轉換 當你發現有某個東西 物質它慢慢消失不見 就代表它轉換成什麼 能量 那當能量被吸收的時候 其實它是為了要形成什麼 形成一個物質 當然有些東西是直接形成 有些是間接形成的 OK 這樣子 會啦齁 是啊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 你念術力道後來 你會發覺到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科學跟哲學其實是 相對應的 對 也就是你用學者想說 我們人類活在的目的 活著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就只是為了要賺錢嘛 那我不活著我也不用賺錢 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你需要有些寄託 之類的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力學能守門的部分這邊 重點二 好力學能守門 那力學能守門是告訴你說 不同能量之間的轉換 能量不會無中生有 也不會消失 那它只是從 其中一種 剛才講的上面這邊有沒有 有講到其中一種 能量 去轉換成另外一種 但是它總和是維持不變的 那像這樣子的就稱為 有所謂的什麼 能量守門 或者叫力學能守門 那下面就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這邊 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 這個人原本是在這個 滑板 這個沒有 這個滑板床的地方 然後它從上面往下滑對不對 好 你去想 如果從這邊往下滑的時候 請問你 我們就用那個動能跟未能 我先說 我們暫時不討論那個什麼 熱能 我們就當然討論熱能 那個動能跟未能就好 因為你當然會有老師有摩擦力也對 如果有摩擦力的話 就有可能產生熱能 對不對 那我們暫時不討論那個熱能的部分 我們告訴你 在這邊 它的未能是多少 未能 就叫未能U U是話說代表MGH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一開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的動能是多少 動能 應該是0 為什麼 因為我在最高點的地方 我還沒有開始往下滑 我還沒有速度 因為我速度的公式是1 2分之1 MV不高 對不對 我的動能公式是這個 那我一開始還沒有速度的時候 我的動能當然是0 所以這個點的話呢 是只有未能而已 好 然後接下來往下滑的過程當中 速度會怎樣 對 速度一定會越來越快 那就代表你的動能會怎樣 增加 然後未能的話呢 因為你的高度開始往下降 所以你的未能呢 會減少 然後剛好是什麼 你減少的未能 在沒有能量流失的情況下 我講能量流失說 如果沒有摩擦的情況下 剛好你的那個未能減少的 等於動能怎樣 增加的 然後一直到最低點的時候 很明顯 到最低點B點之後 它的U是多少 變成是0 因為它的高度就是0 然後這個時候 就只有動能而已 這個時候就有動能 而且這個時候動能肯定怎樣 是所有整個系統裡面 動能怎樣 最大的時候 就是速度最快的時候 好 然後接下來往下 往上滑 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一樣 當然我往上滑的過程當中 我的速度會怎樣 變慢 所以我的動能會減少 然後 因為我高度增加 所以我的未能會增加 然後一直到最高的這個地方 就停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到什麼情形 在沒有能量額色的情況下 A點跟C點的高度會怎樣 應該是會一樣才對的 那當然現實世界裡面會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現實世界裡面是這樣 越滑越來越低 為什麼 因為你有摩擦力 所以你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你的高度也不會那麼高 這樣子 會啦 好 所以看到這邊 A點 動能是0 然後位能是最大的 那我們把它複習一下 好不好 位能就是U的MGH 就是多些幾遍增加一下 那動能的話呢 是EK OK 2分之1MV 那就剛才我講的 一開始的時候速度是0 所以動能是0 然後呢 A到B的話呢 它的動能會增加 因為速度變快 好 然後到B點的時候 動能最大 這樣子 後面移植內推 這樣子 後來 那這個是除了什麼東西 力學能守恆 就是動能守恆